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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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Foo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 我們要介紹的料理 跟這有關 可樂雞翅 可樂雞翅 聽起來很像什麼 暗黑料理 我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我也很納悶 這種東西真的有人做嗎 真的好吃嗎 我以為它就是像那種什麼 香菜冰淇淋啊 或者是草莓香腸 草莓香腸 草莓香腸其實還蠻好吃的 就是這種 比較特別的料理 但其實 實際上做出來之後 我發現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你如果不跟別人講 你拿給別人吃 真的完全吃不出來 這個有可樂 你是用可樂下去煮 還有這道料理它冰過之後 吃起來的風味也會不太一樣 就還蠻特別的 可以嘗試看看 好來看一下食材 掰掰 如果你想學習更多的料理 別忘了訂閱追蹤 開啟小鈴鐺喔 掰 先來處理一下我們的 辛香料 薑的話我是把它切成片 那你這邊要用壓碎的 也不錯 再來辣椒 看自己吃多辣 如果你不敢吃辣 你也可以把辣椒籽去掉 這樣子會有辣椒的香氣 然後也不會這麼辣 再來把蔥切成段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選的二截刺是沒有最後那一截的二截刺 因為這個我吃起來我覺得比較方便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種 但我覺得那種 不太好煎 把它擦乾 然後醃一點鹽巴到旁邊備用就可以了 洗個油鍋 油不用太多 像我這個就是手滑了一下 不小心加太多 然後大概中火 熱好鍋後 放雞翅下去煎 煎到兩面金黃 就可以出鍋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滷的動作 主要是讓它的表面 的顏色比較好看 差不多這樣子的程度就可以出鍋了 再來一樣中火熱好鍋後 下我們的辛香料下去爆香 辛香料都炒香之後 就可以下我們的雞翅下去 稍微炒一下 再來加米酒 稍微讓酒精揮發一下 也順便讓幾次把米酒的味道吃進去 接著加入醬油 稍微上色之後加入我們的重頭戲 我們的可樂 滾了之後就可以蓋鍋蓋囉 滾了之後就可以蓋鍋蓋囉 然後火可以稍微調大一點 開始收乾你的劑翅 那你收到你要的濃稠度 就可以出鍋囉 可樂雞翅 可樂雞翅 分享給你 喜歡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有什麼想法的話都可以留言喔 謝謝收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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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